我又来福建了 而且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福建了 这次我去了泰姆山镇 不得不说泰姆山镇的壮观 山里1.2公里的葫芦洞 也真是非常惊险刺激的体验 我也会介绍山下泰姆山镇的 惬意小镇生活 更全面的生活 给大家做讲解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坐高铁在泰姆山站下车 坐去往汽车站的小巴士 就可以到达镇上 我大概是下午两三点到的 冰果安顿好后 就赶紧在地图上搜小镇的海鲜市场 因为我知道在这种海边的小镇 可以轻松买到便宜又实惠的海鲜 海鲜市场就是这条幽济的街 各种螃蟹虾应有建议 住在镇上的三天 我每天下午都去买一次 店里简单蒸煮一下 在隔壁的府顶特色肉片店 配着美味的尖角肉片 再切也不过了 镇上买东西也很便宜 我在店里买了两件T恤 20一件 夜幕降临 这里也变得更热闹 并一直持续到深夜 虽然睡觉会觉得有点吵 在镇上逛逛 吃湿路变摊 我觉得福建的水果最好吃 又很便宜 这里桂圆9块9两斤 阳光玫瑰蹄子9块一斤 我买的水果也是直到最后走的那天才吃完 镇上还有电动三轮车可以坐 很方便 早上喝一碗粉丝汤 吃两个包子 准备向泰姆山行进 游客中心买好票 坐上景区大坝 途中你会看到远处的海边 附近的茶山 府顶的白茶是非常有名的 还会看到逐渐浮现在眼前的泰姆山 景区入口 老奶奶卖的奢足乌米糕很好吃 我以为那个草边的容器是要回收的 结果奶奶说 都给你 我回收 到达山下的这个平台上 眼前的主峰逐渐浮现在眼前 好像山水画一样 这里也是你要决定走哪一条上山路线的地方 我选择的是最大的圈 从国庆寺到白云摩霄 再到香山寺 再到一片瓦 再到迎仙台 最终用了接近八个小时 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当一个总体的介绍 下一个视频详细给大家介绍内部的角色 和你将面对的各种挑战 这是我以往爬山就没有遇到过的 我现在要面对一项很大的挑战 这个坡好陡啊 就是特别恐怖 而且这个路又很窄 我就想想上次去哪儿了 就是因为这种陡坡 我就没敢走 后来就退回去了 不过上一次那个是铁梯子 这个相对来说还能爬上去 你呢 我来说